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1年1月1日,首先这里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材志真的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除了去大台《芒向编辑部》,还可以去二台《正香报》和三台《沙冷器》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将这个《齐抗疫平经济反揽炒》的讯息传言出去 好了,这一节就要讲讲美国总统下的选举 阿琛就大大声叫,所有人1月6日等体大戏 为了阻止,为了说我要战至最后一刻 用尽一切可笑的手段去阻止,去诬蔑这个选举的成果 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讲过很多次他究竟做什么 现在连梅独走出来骂他 但是他并未放弃的 磨懒赤 磨懒赤 他可能根本就想金盘洗手不搅拌 所以自己消耗了自己的政治能量 他最新人呢 他为什么1月6日搞大事呢 开始很多人就想着他叫民兵进去 他叫人来stand by Stay on and stand by 你在做什么 大家都很记得那时候 第一次总统辩论那时候他这句说话 是受到被人骂得很重要 你叫那些人stand by 那些极右组织的 麦南亚啦 不是帮他宣传 是啊 那些极右组织立刻就做了一件T恤上面写着stand by 那结果呢 现在终于揭衷了 他到底是想着弄了 Julianni那群的痴善人 梅酷啊 酷叔都出来骂他的时候 他的绝招原来呢 就在几天之前吐了出来 是什么呢 他竟然 找人去告 副总统彭斯啊 是啊 二哥的稿 这么搞笑的 是啊 你是大哥老闆竟然去告彭斯 那当然他首先是出了个tweet的 Tweet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说 我帮你们共和党扑心扑命拉选票拉选举 至少救了你几个这样的众议员参议员的选举 现在你们竟然反我不帮我连饮 然后甚至暗示彭斯你个饭骨仔 吃碗扑 反碗底 想做反骨仔 想起我飞脚 还想坐我个位 是啊 其实之前也透露过 其实他都 有意选的 他和肥培奥都是 有放过声气说 有机会的话 都是会想试一试登大位的 是啊 2024年登大位 特朗普看到这样 于是就说你个坏东西 因为自从一选完之后 第一件事彭斯就没了影 肥培我出了角 他就不断要夹司法部长William Barr 就说William Barr要去做一些 要去查人 William Barr是不理他 现在William Barr直接走的脑子 最先跳船是他 硬硬硬硬 炒了国防部长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闻到那股味 是想搞些什么 那他现在为何要告彭斯呢 其实1月6日 他的选举人票要点 我们说过 原来 其实美国 他玩的一件事是怎样 那个规矩就是 你要参众两院确定选举结果 参众两院上去 点票 点票 确定选举结果的人 就是彭斯 没错 他根据一条法例 就是 但我们确定选举 不是指 那些票是 确定了是哪个人 是说名字出来的 是的 譬如说 由彭斯拿起一张票 52个州交了票 这个州赢了 斌州赢了拜登 海外河州 是阿鲁 这样 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 最后拜登赢了 是过场的 是 他只是宣布的名字 那个人来的 老实说 等于一个工具人 帮你选举 还有 说多次 谁拿了多少选举人票 谁拿了多少选举人票 下届总统是谁 就是这样 是的 那他经过这个之后 众议院那些人就会 确定 就是 那些人点票 确定是不是的 那这些全部都过场的 而这个叫做 选举计票法 1887年已经定了下来 现在呢 阿鲁那边就在 在这个 德撒斯州的众议员 是川鲁粉来的 竟然走出来 现在说我叫做 沃默特 就练习其他 其他 阿里桑那州的 那些议员 一起就说要 告彭斯 就是说 这一个国会 遵从这个超过一个世纪的规矩是违反宴法的 基本上是哪一个可以决定到 这些票 是得不得呢 这个就是副总统单方面的权力 而不是国会授权副总统 而是副总统 去决定这些票 是属于哪个人 再交给国会决定的 全部都是由副总统作主 这样说 其实他们是 将一样东西 就是说到彭斯是 一个人 就是叫什么 一锤定音 其实不是 他只不过代表一个国家机器 去唱票 和读出 下一届总统的 人选 人选是哪个 而已而已 他只不过是这个机器的 一个工具人 如果 说白了就叫工具人而已 现在他就 那些人就说 哎呀 你是有绝对权力的 你可以推翻的 这样的 不是 他们现在是 告 他们现在站在一起 去找这个地方的联邦法院 的法官 这个法官呢 就是阿琛 叫Jeremy 是阿琛所阴定的法官 叫他去告彭斯 再由彭 就说彭斯你根本 是有这个权力的 哎呦 就是亲信 亲信告自己的 副手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告国会 难度就很高 你告彭斯 一个夹彭斯 就很容易 希望这样夹爆彭斯 几日之前是告他 那些人告他 他们甚至 阿琛就出了一些Tweet 就呼吁 彭斯你一定要做事 你在中心于我 他不停地说 共和党你们呀 选举拿到的位 在众议院 因为今次 共和党在众议院 所得的席位 是高过上一次 选举 他昨天说有八个州 有八个议席 是全靠我 我这个大哥的魅力 给他拿回来 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 不撑我 是的 那现在彭 好了 我们原本想说 不过 大家只是一场闹剧 有什么好说 结果一等 终于出现了一件事 彭斯今天 刚刚几个小时前 就回复了他 就找你 找律师告我 找CD Powell Juliani 这些壮棍 搞我 那我也有律师的 他找了律师 去回复他 那就说 首先 第一 这一条法例 不是关于 你告错人 你要告的 就告国会 不是告我 因为权力是来自于国会 你是认为国会没有这样的权力 那你就 找个人去告国会 不要他搞我 然后第二 就是说 你的 你这个 这位众议员 你根本是不是有一个 瘋子 缺乏实质性的逻辑 就是说你只是一个瘋子的逻辑 那个逻辑就是 没有逻辑 百三十几年 公认的逻辑选民投票证则 就是说你反民主 然后 甚至是说 骂了 你几天之前 现在 还有 6日 我这段时间 仍然是 12月 31日 还有6日 就要 举行这个 过场会议 你们这样做 是会令到 有些州份 就是有些 撑到阿鲁很重要的州份 会辞交 那份选票单 而且 会颠覆了 几百 超过一个世纪100年 的选举 的国会选举制度 破坏宪法 破坏 美国人对于他们 宪法的信心 这样抗扭 就是说你这样做 是完全是神经的 这些像香港那班人 说真的 是啊 就是 等于一些反制度的人 激男 心黄 都是说 这个制度不适合 拆大台 这个制度不适合 要跟我那一套 不是我华士那一套 我就拆了你 就是 其实他们这样搞香港 现在他们被人搞 他们自己搞回自己 我是有少少 不过我都是很愤怒的 就是 我是见到 美国的 怎么说 正如 以前的 中美关系 是和谐的 人民是和谐的 不过政客不和谐的 我是这样看的 那么 现在他这样说 说完之后 噴完之后 就很划算 他们告上法官 那个法官 就很狡猾了 德鲁雅 法官就是 我没排期去审 索性可能 我接收了这份东西,我就不会排忌去审理你 就是这样,就是拖住他 他现在没有计划,叫你两个人上来 分分钟到最后他是会不受理的 尤其是现在31号,过多两天 过了第二天,1月1号,1月1号还要放两三天假 新年假期 到时候出回来,4号,5号是不受理的,你走 他就赶走了,那整场戏就变成闹剧 就是这样 现在孜峰契妈佩洛西婆 就这样说 你这个众议院书沃默 说完这些东西,其实是尝试利用不宪法的手段 令到利用彭斯和帮阿琛 帮阿琛黄袍加身 就开过美国选民的意愿 你下个礼拜一定,这场官司一定会输 那已经预言了 但是究竟这件事,结束了之后会怎样呢? 阿琛会不会就此放弃呢?放手呢? 还是会 就是那一 是拭目以待的 不过是很明显,其实 现在那帮人是 富裕横抗 我觉得是富裕横抗 还有什么最疯啊,最刁钻啊 最转牛角尖的招数 一定要想到彻彻底底 你会发觉他们 有些是根本来不可以这样的 你记不记得以前朱开迪 不是用一招 什么记者那些拉布的 又是这样的 就是用尽 结果你迫到人家 要将所有灰色地带 我可以对你宽大为怀的东西 推到极致 结果就要立法变得更加严厉 而且破坏了很多传统 这样其实对国家不好 其实彭斯 就是一个公国人 就是 就是 难听点说就是 一个例 有点像 就是我打个不合当比 等于英女王 在很多国家元首 但是他有没有实权呢? 没有 其实真的选出来 就是这些选举人票 各州 已经是确定了 真正 选举人票确立的 不关彭斯社会 是各个州的 州政府 是的 你要告就告了 所有州政府 他现在 总之他是要 很明显 我最记得 有个人说过 应该是 譚志强先生 说过 由律师出身的政客 一定是很麻烦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永远都不做实事 懂得找一些法律 或者是那些最刁钻的法律 法律的条例去做些事情 做到极致 做到极致 鲸鲸鲸鲸 死到拗牌 但是变相是破坏了那个宪法的精神 这件事是很麻烦的 濫用了那条法例 宪法的精神等等濫用 那阿琛他本身都是一个 喜欢打官司的狂人 所以是 会搞成这样 而且都是喜欢转牛角战 玩东西的人来的 一样 是 但是可以看到 彭斯 其实彭斯是很明显的 当初阿琛是想 登位之后 找过很多人 去做这个副总统 但是没有一个资深的动和党员 是愿意上他这辆车 而彭斯就上他这艘船 而彭斯他的心其实是鼓鼓滑滑 所以他才上去 很多人 当回忆那里就是 有人研究过 当阿琛做了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很多人向彭斯投诉 你可不可以按一下他 彭斯我尽力的了 这么说 而当很多人问 彭斯你决定是怎样做 他是很露骨地说的 彭斯就说 我愿意接受 上帝给我的一切安排 即是不作为 不是不作为 适当的时候 我就会怒阿琛 谁知道 这一次就会搞成这样 当然 他是一个狡猾人 如果不是的话 在阿琛身边衰了这么多 很多人在阿琛身边 就是那些国务卿 幕僚长 衰过这么多 彭斯仍然找于泰山 是有他的因素 包括班农都被阿琛生炒了 第一个是炒他 因为攀农实际上 你要知道他的底实在太化 可能有人警告过阿琛 你用这人 一直搞上去的话 你会很大事 后来证明了他 他都是名字一着 班农 就是 不光彩的事情太多 后来还要贴了阿桂 是吧 贴了阿桂 哪有好人 最失望是阿朱利安尼 把他 叫做 那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 纽约市 就是一个商团 我们不讲了 我们 就是提一提 但是 怎么说 把他 这件叫做一件好事呢 公职完全抹过 是的 变成一个小丑 连一个人 连他的子女都顶他不顺 可以知道 他有这个麻烦 就是听起来是 是不开心的 就是看见一个人 堕落是不开心的 堕落 他是完全堕落 就是估不到九成那样 现在的情况就是 1月6号 都会有东西看下的 看会不会 我相信就没人会 拭目以待 我相信就未必会有 蹦蹦事件的 不过 冲突就难免 但是有一件事 就要留意的 因为拜登就出了声 说你五角大楼 不帮我交接 里面所发生的事是有点古怪的 这句说话 所有人都很警察 到底会不会有奇怪的 我相信就很难会有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会向大家 立即做突发的 是好 好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先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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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